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提起大众汽车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吧 现在镜头相尾都能看见这个汽车品牌的身影 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 大众在我国的汽车市场那是发展的相当不错的 虽然销量已经十分可观了 但是大众并没有停下它占领汽车市场的脚步 这不,近日大众就一口气发布了四款全新的SUV引起了轰动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一,新一代图昂 在外观上,这辆车的前脸部分采用了横式隔山设计 并且大灯和隔山相连 大面积的镀铬装饰使车子整体看起来十分硬朗 类似上这辆车相较之前的图锐更加精致 动力上采用的是3.0升发动机,动力十足 消费者也不必担心 二,大众TROC 大众TROC这款车其实很早之前就在海外亮相了 不过进入国内市场的版本 因为针对国人做了一些改进 所以现在才发布 这辆车在外观上沿用了大众的家族式脸谱设计 在空间上比国外发布的版本加大了不少 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空间 动力方面,这辆车搭载的是1.4T发动机 满足日常需求也是足够的了 三,大众Powerful Family SUV 这辆车是大众为了弥补SUV车型中的控制 而推出的一款紧凑型的SUV 这款车由小图昂之称 它在外观上看起来很是霸气 与大灯相连的近期格山 还有车身添加的横式线条 都为它增添了一丝硬寒的气息 四,大众Advanced Mid-Size SUV 这辆车和大众TROC一样 都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它的定位是高级车 专为中国的高端SUV市场打造 这款车的外观十分大气 并且搭载的2.0T和1.4T两款发动机可供车主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